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有天花板的防污殼保冬暖夏涼 原因是防止熱的對流 有天花板的防止 有天花板的防止 這裡有天花板的話 太陽光照射之後 熱空氣是在上面 所以它把熱空氣隔絕在上面 它是隔絕 注意它是輻射 因為它本身熱就在上面了 冬暖夏涼是輻射 所以A要改成輻射 防止熱的輻射 玻璃能夠死光透過 但輻射熱不能夠通過 光跟熱是同時到達的 太陽光跟太陽熱是同時到達地球的 所以輻射熱也是能夠通過 黑色跟白色杯子放入冰塊 兩杯同時融化 不對 你記住喔 黑色的杯子 黑色的杯子 比較容易吸熱 比較容易什麼 放熱 那比較容易吸熱 比較容易放熱的意思就是 熱量容易進出 熱量容易進出的話 就是代表溫度比較容易改變 就是溫度比較容易改變 溫度容易比較改變的話 那代表說什麼 保溫效果會比較差 保溫效果會比較差 所以一般來講 白色光滑 表面比較光滑 或者是我們保溫杯裡面 內部都會做的比較光滑的 白色光滑的是保溫杯的好材料 所以吸 他說同時融化 錯 黑色的比較容易融化 第四個答案 黑色杯子跟白色杯子 分別放入熱水 所以裡面倒熱水 白色的比較容易保溫 正確的答案選 第四個 第四個 白色的比較容易保溫 因為白色的比較不容易讓熱量進出 所以它比較容易保溫 那同學你要注意 保溫 保溫的這個溫度的意思 保溫的意思包含熱跟冷 讓熱水冷卻的比較慢 讓冰塊融化的比較慢 這叫做保溫 你不要一直以為保溫只是保持熱水的溫度 它可以同時保持熱水保持冷水的溫度 這叫保溫 所以正確答案選第四個 有甲衣柄三支完全相同的溫度計 將甲溫度計放在空氣 常溫中 以溫度計底部包著一個泡過水的 常溫的棉花 比溫度計底部包一團 浸過酒精常溫的棉花 浸置一段時間之後 三支溫度計的溫度高低 好 這個題目其實在考你什麼 注意 液體 液體的東西 它的 注意喔 它的 沸點 它的沸點越高 沸點越高 沸點高的液體 沸點高的液體 它會比較不易 它就比較不容易什麼 揮發掉 揮發掉 好也就是我們講的把它蒸發掉 好那你注意 那蒸發的時候你注意喔 液體蒸發的時候它是要吸熱 吸周圍的熱 蒸發 蒸發是 液體 吸收周圍的熱之後變成氣態 蒸發 它是吸熱的 好那這個 實驗我們就知道它在考這個觀念了 那水的沸點比酒精高 酒精非常容易揮發掉 所以它一揮發掉 就會把這個溫度計的熱吸走 溫度的計的熱吸走 所以它溫度就會下降的比較快 比較多 所以這三支四管最後的溫度是甲最高 再來移 再來秉 那這一種題目你要記得 酒精塗在我們皮膚上 會感覺到冰冰涼涼的 也就是因為酒精在我們皮膚在 揮發在蒸發的時候 吸收我們皮膚的熱 你會感覺到冰冰涼涼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酒精在揮發的時候會吸收我們皮膚的熱 那同樣的道理 這裡酒精在揮發的時候會吸收這個溫度計 那溫度計的溫度就會降得很明顯 所以這個最後溫度 甲大於乙大於乒 答案選B 如圖新鮮空氣不可能有哪一個開口進入 好 我們看到圖形來 圖形你注意 這個蠟燭剛好點在這個乙開口底下 那我們知道熱空氣會上升 所以乙這個開口 氣流 就是往上 那氣流往上的話 空氣會從甲餅 流進來補充 所以空氣不可能從乙流入 不可能從乙進入 乙是我們熱對流上升的地方 所以這一題答案我們選B 不可能有乙流入 下列有關熱化學反應的敘述何者錯誤 鮮粉加入硫酸酸酮會使溫度升高放熱反應 好 這老師跟同學介紹一下 我們理化的基本觀念 鮮加硫酸酮 被取代出來 好 被取代出來 活性大取代活性小 它是一個可以自然發生的 會自然發生的話 它就是一個放熱反應 它就是把熱量放掉 然後最後趨於安定 所以這個注意聽 活性大取代活性小的反應 只要是活性大取代活性小的反應 都是放熱反應 能量就會放出來 熱能寫在右邊的這是放熱反應 所以A 它是放熱反應 溫度 周圍的溫度會升高 沒錯 好 所以第一個沒有錯 第二個 燃燒前先點火 所以燃燒是吸熱 錯 注意 同學要特別小心 在我們國中課程裡面氧化 氧化有非常的多 它是一個總稱 氧化包含很劇烈的 比較劇烈一點的燃燒 爆炸 這個就是跟氧作用 或者是跟一些 含有氧的氧化物作用 這個氧化 這個東西物質氧化燃燒 紙張燃燒 木材燃燒 蠟燭燃燒 還有我們呼吸 我們人在呼吸 我們說老師 那我們怎麼沒有看到 我們有冒火或者冒煙 因為我們在呼吸的時候 有我們裡面的酵素在控制 那呼吸就是把我們身體裡面的 葡萄糖拿出來氧化 呼吸 再來生鏽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鐵 生鏽 這氧化 這些反應 注意 氧化反應 氧化反應 它一定是放熱 一定是放熱 所以你們可以很簡單的 今天我們把一個教室全部關起來 所有同學坐在裡面 時間一久之後會感覺到很熱 因為大家都在放熱 所以整個教室裡面的 空氣的溫度就會上升上來 所以氧化 包含了燃燒 呼吸 生鏽 都是放熱反應 所以 他說他是吸熱不對 錯誤的答案選B 錯誤的答案選B 他要找錯誤的 所以他是B 要改過來改成放熱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點火 點火就是要提高溫度 因為每個物質在燃燒有燃點 所以點火的目的是要把溫度提高到燃點 讓東西可以開始燒 開始燒之後 他就一直把熱量放出來 放出來 比如說我們舉個森林大火 這棵樹再燒 燒的時候把熱量放出來 隔壁的樹 對 溫度就上升 隔壁的樹就繼續燒下去 所以放熱反應 它是可以一直這樣連續連續一直反應下去的 這個東西 觀念你要特別把它弄清楚來 好 第三個 放熱時有時候 不一定是熱量 它會變成電或者是光 放出電 放出光 都是屬於放出燃量 放熱反應 對 液體在任何溫度 皆由液面逐漸的氣化 這個叫做蒸發 只要他是保持液體的狀態 蒸發是不需要考慮它的溫度的 在任何溫度 他就從液面 這叫做蒸發的定義 所以第四個答案正確 好 所以A B C D 唯一錯誤答案選B 這個題目錯誤的地方答案選B 有甲乙丙三個物體 甲跟乙接觸的時候熱量由乙流向甲 當乙丙接觸的時候熱量由乙流向乙 好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好 同學這你要記得 我們自然界的現象 熱量一定是由溫度高的流向溫度低的 不用管這個物體的比熱 不用管這個物體的密度 也不用管質量體積 它是由高溫傳向低溫 記得 熱量的流向一定是高溫傳向低溫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知道 乙流向甲的話 那乙流向甲乙一定是大於甲 那丙流向乙的話 那丙又會大於乙 所以這個是決定 熱量的流動是由溫度來決定 所以他說 乙丙接觸的話 熱量由B 由乙流向甲 不對 溫度一定比甲來的低正確 所以正確的答案選B 由這個現象 我們可以比較出它的溫度 熱量的流向由溫度來決定 跟比熱質量密度等等都沒有關係 很重要的觀念 同學要記起來 下列有關熱的敘述何則正確 熱不是能量 熱是一種能量 雷電 升光 火 熱 磁都是一種能量 所以熱是一種能量 保溫瓶裡面有一個夾層抽層真空 可以防止熱的傳導跟對流正確 真空沒有辦法阻止輻射 因為輻射本來就不需要戒指 所以真空不能阻止輻射 但是真空可以阻止傳導跟對流 因為傳導對流需要戒指 所以正確的答案選B 我們看C錯在哪裡 太陽光可以將能量傳到地球 是因為空氣是導熱性加的物體 錯 太陽光傳到地球是不需要戒指的 後面那一句話 空氣它是不容易導熱的 當空氣不流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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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不流動的時候 它是一個熱的不良導體 熱的不良導體 你一定要記好 熱的不良導體 來 所以你注意一下 像夏天的時候有沒有 沒有 我們車子在太陽底下照的話 車子裡面的空氣如果不流動的話 它本身 它的溫度上升的很高 熱量不容易流動 它是熱的不流動的時候 它是一個熱的不良導體 它是必須要靠對流 它不是靠導熱的 所以這個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空氣是導熱性加的錯 好 第四個 當兩物質 達熱平衡是代表溫度相同 熱平衡是代表溫度相同 這個在我們計算裡面 很常用到的觀念 熱平衡是代表溫度相同 兩物質的溫度相同 熱平衡是代表溫度相同 所以唯一正確的答案 我們選B 在燕陽高照的正午 濱海地區是吹海風 還是吹陸風 好 問你第一個 再來 此時海面的溫度比較高 還是陸地的溫度比較高 好 首先這個就是 來考你比熱的觀念 你要記得 海水的比熱 水的比熱比較大 所以會大於陸地 我們陸地上面的一些 沙子啊 石頭啊 好 那比熱大 注意聽喔 比熱大 它本身是 難升難降 它的溫度是不容易上升 不容易下降的 比熱小的物質 比熱小的物質很容易升 很容易降 容易升的就容易降 你就這樣記 那 小S 很容易升 小S很容易升 小S的東西 比熱小的東西 溫度容易改變的意思 容易升降就是容易改變 好 這個題目就OK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觀念 今天如果太陽 這是海水 海水 這是陸地 這是陸地 在白天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 注意喔 白天就是出大太陽 一照 這個比熱比較大 所以溫度上升的比較慢 這裡溫度上升的比較快 溫度上升的比較快 熱空氣會上升 熱空氣上升 這時候冷空氣就會過來補充 所以關鍵就在這裡喔 水平的流動叫做風 所以白天的時候 風會從海面吹向陸地 海面吹向陸地 所以來 這個答案怎麼找 好 吹海風 吹海風 所以答案是要找海風的 所以AB消掉 那誰的溫度比較高呢 因為 注意 它的比熱比較小 溫度比較高 所以空氣會 氣流會上升 所以溫度比較高的是陸地 答案選 第四個 吹海風 陸地的溫度比較高 因為它比熱比較小 夏天下雨後會感覺涼爽 其原因是為何 來 注意喔 你要記得 下雨前 下雪之前 這時候我們會感覺到比較悶熱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感覺比較悶熱 來 這個是有原因的 來 因為你要下雨 雨 液體 要下雪 冰晶 固體 因為空氣中的水蒸氣 空氣中的水蒸氣 我要變成小水滴 或者變冰晶的時候 它必須要放出很大的熱量 放出這些熱量到我們周圍空氣 這時候我們就會感覺到什麼 比較悶熱了 所以下雨前 下雪前是會感覺比較悶熱 那 現在雨下下來了喔 下雨後 下雪後 水要蒸發 冰要融化 這時候就變成吸熱了 所以下雨之後 下雪之後會感覺到比較涼 為什麼 雨水要蒸發 雪要融化 會把我們的熱量吸走 帶走空氣中的熱量 所以 這一題的答案 我們要選 吸 下雨下雪後 為什麼會感覺到比較涼 因為 雨水在蒸發 冰在融化 都要吸熱 吸誰的熱 是周圍空氣的熱 那把我們熱量吸走之後 我們會感覺到比較涼爽 安安 佳佳 亮亮 三人以下列方法處理 體積大小相同 溫度相同的冰塊 安安將冰塊放在太陽下 佳佳將冰塊擺在教室內 亮亮將冰塊用棉被包起來 哪一個融化最慢 這個很基本 答案就是選什麼 C 亮亮 為什麼 很基本 注意喔 棉 這是什麼 棉被 棉被把它包起來 棉被把東西包起來 你注意喔 因為棉被包起來的時候 空氣不流動 空氣不流動的話 就不容易導熱 就是內外的熱量不容易流動 記好喔 所以你注意我們 平常 你看到有時候人家蒸饅頭的時候 在那個饅頭的蒸籠上面 會蓋一條棉被 他不是怕 這些饅頭感冒 這個蒸饅頭的時候 把這個棉被蓋在上面的時候 就是這些熱量 比較不容易跑掉 同樣的 你今天冰塊用棉被包起來的話 冰塊我們用棉被在外面包起來的話 把它包起來的時候 整個包起來的時候 因為熱量沒辦法進出 所以冰塊就吸不到熱 吸不到熱就不容易融化 所以包棉被的冰塊會融化的比較慢 所以答案選C 選亮亮 冰塊附近常見的白色霧狀是什麼 來 冰塊周圍的白煙就是 我們講 液態的小水滴 很小顆粒的喔 液態的小水滴 好 那這是怎麼來的 同學注意一下 冰塊周圍 冰棒周圍的白煙是這樣子 我們空氣中有水蒸氣 水蒸氣 今天水蒸氣 它含有熱量 水蒸氣的熱被吸收了 這些熱量被冰塊吸收了 冰塊吸收了 冰塊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你熱量被冰塊吸收的時候 冰塊就融化成水 那被吸收之後 水蒸氣就會凝結成小水滴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什麼 白煙 你記得喔 水蒸氣的顆粒 我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看得到的白煙 絕對不是水蒸氣 你把它記好 天上的雲霧 雲霧都是液態的小水滴 雲 甚至可能是冰晶 就是我們飄下來就變成雪 好 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小心 我們眼睛看得到那個白煙白霧 絕對不會是水蒸氣就對了 記得 所以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白色霧狀是空氣中的水蒸氣 熱量被吸收之後 凝結成小水滴 所以答案選C 假 在寒冬裡穿著淺色的衣服 已 在火爐旁邊取暖 並 手捧著裝有熱咖啡的杯子 手掌感覺到燙 焚化爐設置大煙囪 太陽 傳熱到地球 請問跟輻射有關的 好來 輻射有關的你要記住 會跟黑白顏色 還有它表面到底是 比較平滑光亮的 還是比較粗糙的 這個有關係 你就記住 輻射熱會跟它表面上亮不亮 黑不黑白不白有關係 好來 那這個地方 A 在寒冬裡面穿著淺色的衣服 因為來注意淺色 顏色的深淺跟輻射有關 黑色的比較容易吸熱 白色的比較容易反射 輻射熱 所以假有關 沒錯 一向了 再來 火爐旁邊 來這個老師要跟同學解釋一下 如果這邊這是我們一個火 這個地方我們是一個火堆 好這是火焰 這裡火焰在這邊這是一個火堆的話 如果你物體放在上方 物體放在上方的話 它是一個對流的狀態 對流熱空氣上升 如果是放在 注意聽喔 如果輻射的話 輻射的話它是四面八方的 輻射是四面八方的 所以來 你要注意 火堆旁邊 火堆的上方 主要有對流 再加上輻射 兩個作用 所以我們東西要烤熟 要烤肉的時候 要放在上方 對不對 這裡一個 雞腿 豬腿在上面烤 會比較容易熟 那如果在旁邊 在火爐的旁邊 火爐的旁邊 主要的 主要熱傳播的方式 就只有輻射 因為輻射是四面八方的 你要記得一個觀念喔 輻射是四面八方的 不一定由高溫往低溫 它會從四面八方 輻射是四面八方輻射的 所以上面 有兩種作用 對流加輻射 旁邊是輻射 那現在題目跟你講說 在火爐旁邊 在火爐旁邊 所以火爐旁邊 跟輻射有關 輻射有關 所以儀跟輻射有關 餅 所捧著熱咖啡的杯子 我們所有接觸到杯子 所以它是一種傳導 所以餅改過來 餅是傳導 好 焚化爐把煙囪架得很高 就是加速它的對流 加速對流 把熱氣排掉 加速它的對流 所以餅是傳導 丁是對流 跟輻射沒有關係 霧 太陽的熱 是從太陽傳到 太陽光最主要是輻射 只要跟太陽光有關係的 太陽光就是輻射 因為它從太陽傳到地球的時候 中間經過太空 很長的一段距離 都是沒有任何介質的 所以太陽光跟熱 是藉由輻射 所以跟輻射有關的是 甲、秉、霧三項 所以答案選B 答案選B 核彎上堆了一個乾淨的雪人 跟一個骯髒的小雪人 大小形狀完全一樣 太陽光照射之後 雪人開始融化 依照物理的觀點 預測 雪人融化的速度 哪一個會比較快 來同學注意一件事情 這裡所謂的 骯髒的雪人 它代表就是它 是吧 被污染了黑色的 那黑色的容易怎麼樣 它容易吸收輻射熱 容易放出輻射熱 所以黑色的東西比較容易吸熱 所以夏天你不要穿黑色的衣服出去 會感覺到比較容易吸熱 好 所以 骯髒的雪人比較容易吸熱 所以它就融得比較快 所以髒的會比較先融化 安安用兩支相同的飾管 各裝了300毫升的水做實驗 好 如圖 好 這兩支飾管 一個 來 用同樣的熱源加熱 甲在底下加熱 乙在上方加熱 哪一個會產生沸騰 好 注意 這個意思就是說 哪一個水面先產生沸騰 就是水面會大量的氣泡 注意 水面會產生大量的氣泡 是乙 但是如果是整支飾管沸騰的話 答案是假 所以這題目你要注意喔 水面先沸騰 它是問你水的表面 答案要選乙 所以這一題答案選b 如果題目問你整支飾管沸騰的話 答案要選假 題目的問法不同 答案就不同 同學要注意一下 這個題目的答案 下列反應 何者屬於吸熱反應 好 A 雙氧水加二氧化膜製造氧氣 好 雙氧水 這個我們叫做過氧化 過氧化氫的水溶液 加二氧化膜 它是催化劑 會產生水加氧氣 好 這個要稍微平衡一下 好 那這個反應你注意 因為水它是本身 是我們日常生活比較穩定的物質 它是不穩定的物質 那一般來講不穩定 自然的狀況會比較 從不穩定趨向穩定 所以它會放出熱量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放熱的反應 把熱量丟出去 就會變成比較穩定了 所以自然界喔 自然界都是趨向穩定的 所以一般放熱反應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會發生 因為它想要趨向穩定 所以雙氧水分解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要記好 這個觀念很重要喔 那二氧化膜只是它加速它的反應而已 所以A是放熱 藍色的硫酸銅晶體 加熱變成白色的 好 來 這個硫酸銅晶體 它本身還有水的時候它是藍色的 你先要記好 那因為你加熱的時候 注意加熱的時候這時候水蒸發掉了 裡面的結菌水跑出來蒸發掉 那水蒸發就要吸收熱量嘛 它就會變成白色的硫酸銅粉末 所以關鍵就在這裡啦 水蒸發 液體蒸發它是需要吸熱的 所以這個加熱的過程中 就是要讓裡面的水吸收熱量之後 蒸發掉 所以它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屬於吸熱的答案就是選B 答案選B 那C呢 鐵生鏽 第一呢 物質燃燒 生鏽 燃燒 呼吸都是氧化 氧化一定是放熱 所以吸跟D是放熱 我們不選 選吸熱的答案是選第二個 室管內裝有0度C的冰 容器內裝有20度C的溫水 則水流動的方向 以哪一個圖比較正確 好 我們看到這個圖 周圍是20度C的溫水 溫水要冷卻 然後我們用0度C的冰放進來之後 你要記得 20度C的水開始降溫的過程中 開始降溫的過程中 降溫 注意 熱脹冷縮 因為它是4度C以上 20度C是4度C以上的水 所以20度C在降下來的過程中 它還是熱脹冷縮 那因為遇到冷 體積收縮 密度就會變大 所以就會下降 所以20度C的水降到4度C的過程 它是正常的 它是正常的 熱脹冷縮 所以熱脹冷縮 體積會下降 密度會上升 所以這時候它那個水就會往下沉 它的對流就會往下 看到圖形來 往下 好 碰到冰就往下 碰到冰就往下 就會產生有這樣的對流作用 所以這個唯一流動 水流動的方向正確的答案是選B 答案是選B 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下降 在4度C以上的水也是這樣子 熱脹冷縮 本身遇到冷的時候 它就會往下降 以之銅的膨脹量為鐵的兩倍 意思就是說 我銅比較容易膨脹比較容易收縮 好 附圖為一個電燈自動明滅開關 C為固定的一個點 AB為銅鐵的附棒 什麼叫附棒 這兩種金屬把它錨在一起 黏在一起 這是附棒 好 欲達電燈自動明滅的目的 則附棒A的材料應該是什麼 什麼叫明滅 就是熱 燈泡點到一定程度很熱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熄滅掉 熄滅一段時間之後 它又把它 等溫度下降了 又亮起來 好 關鍵就在這裡了 原來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連接起來 這是電池 現在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是連接點 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現在燈泡是亮的 發亮的 好 亮的話 那一發亮 溫度就會上升 溫度上升就是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它就是變成要熄滅 要熄滅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要離開 來 意思說我們這個附棒就是 來 我們這個附棒 附棒喔 這個地方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附棒就是底下 要往 往右邊彎 這兩個才會離開 這兩個才會離開 離開燈泡才會熄滅 熄滅之後 溫度就會下降下來 下降下來之後 這個等到冷卻了 這個又彎回來 燈泡又亮起來了 所以意思就是加熱的時候 要往 往 這個地方要往 右邊彎 那代表說 它本身膨脹的會比較厲害 膨脹厲害的會往 膨脹比較少的 就是比較長的會壓比較短的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是膨脹 程度比較大的 所以它就是誰 它就是銅 它就是銅 那另外這個V就是誰 就是鐵 好 所以 一遇到熱 一遇到熱 一加熱 它就往 右邊彎 燈泡就熄滅 等到冷卻了 它就彎回來 燈泡又亮起來 就是利用這樣子來 控制這個燈泡的 亮 泯滅 泯滅 這樣子 所以預熱的時候 它自動關燈 那一定要銅 A一定要銅 因為遇到熱的時候 它膨脹的很大 膨脹的很大 變得比較長 長的壓短的 就是說 A就會彎向B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個A的材料 要是銅的材料 所以答案是選A 這是腹棒很重要的 一個固體熱脹冷縮的觀念